宋美龄一生不会赚钱 更不会管钱 身后仅留下12万美元的银行存款 由孔令仪贷管 此外别无其他资产 1991年宋美龄永久赴美定居后 借助在宋美龄孔祥姬夫妇购买的 纽约长岛旧宅中 旅美期间 宋美龄只有一次询问起外甥孔令仪 钱够用吗 孔令仪回答说放心够用的 此后宋美龄再也没有过问过金钱之事 外甥女孔令伟1994年过世后 因长岛住宅太偏僻 孔令仪便劝宋美龄搬住到麦哈顿居住 但所住公寓为孔令刊名下所有 因此宋美龄在纽约并无房产 而宋美龄在台湾也没有任何房产 宋美龄名下的唯一一栋房子在上海 是宋美龄1927年在上海与蒋介石结婚时的陪嫁 这栋房子当时在法租界侠菲路附近 这是宋美龄生前唯一的房产 宋美龄晚年在纽约时的吃穿用度和医疗费用 一部分由台湾方面给出津贴 一部分由孔家承担 实际上宋美龄借住的纽约长岛住宅 几十年前由孔家购买室还是非常便宜的 该住房产1998年被拍卖室 也不过卖了300万美元 远远不是所谓的顶级耗宅 另一位第一夫人是蒋方良 1978年3月21日 蒋经国继承蒋氏大同后 蒋方良从当年的副厂长夫人 成为台湾的第一夫人 但是在生活上 蒋方良一直保持着低调 她很少在媒体露面 台湾老百姓对她极为陌生 她和任何一位平凡的家庭主妇毫无不同 她只是异心把家庭照顾好 虽有佣人 却常常亲自动手洗窗帘 蒋方良和蒋经国一样 生活上不改当年 在苏联乌拉尔山区的简朴习惯 1988年1月13日 蒋经国去世 蒋方良的生活开始变得拮据 由于蒋经国素来清廉 蒋家没有什么积蓄 他仅仅依靠蒋经国死前补发的 20个月的薪水 115万台币为生 蒋方良在1992年会见 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的市长时 市场要求他回故乡看看 蒋方良回答说 自己现在没有钱 所以没法回去 这让市长惊讶不已 再看看四大家族中的陈家 陈家指的是陈立夫 陈果夫兄弟 他们主持国民党的党务和特务情报 是CC系的首脑 去台后 蒋介石为了改组国民党 两成即被清洗 全力尽失 陈果夫历来清廉 在陈立夫去美国后 家庭内部发生经济危机 无钱治疗费结核 导致病情难于控制 后岁得的蒋介石 特批的5000银元补助 但已对病情无济于事 于1951年8月28日去世 终年只有60岁 陈立夫在1950年 蒋介石改造国民党时 请求出国 并找孔祥西借了2万美金 在新泽西州办了一个养鸡场 夫妻两人自己动手 喂食 捡蛋 清理鸡粪 还学会了给鸡喂药 打针 陈立夫在家中自制皮蛋 咸蛋 豆腐乳 粽子 秦子为唐人街的中餐馆供货 但是乌漏偏逢连夜雨 一场火灾几乎烧掉了 他全部的家当 陈立夫毫不气馁 从头再来 他一面养鸡 一面研究传统道德 著书利说 直到1969年 才再度回到台湾 但已不再过问政治 陈立夫曾开玩笑说 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 陈伯达把我列入四大家族 如果我那么有钱 还用得着去新泽西去养鸡吗